OK,今天Ivan又,不要说Ivan,我们又遇到这种很讨厌的事情,两件事情,两个不同的开发商,两个都这么大,两个都这么大,本质是一样的问题。 是,那Ivan来跟我们叙述一下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是一个很大的土地开发商,你要知道一个地产公司通常都有管理跟销售两个部门。 分层系啦,大家分层系,有的甚至行销部门也有啊,然后那种会计单位啊。 对,比如说我不管这些,我就管这两个主要的部门,因为它是对接客户的,销售跟管理。 但是通常销售跟管理人都不喜欢有交流。 我觉得各个部门,就是律师部门什么,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够,我感觉啦,我不确定我这样感觉对不对? 澳洲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最好他都没有事,薪水他照理,但是他没有事是最好的。 所以,然后放假你也找不到人,然后很讨厌的就是澳洲房产是这样,它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 所以你一定又得交流,你不交流就断线了,我觉得真的很讨厌澳洲这样子的事情。 那客人就会觉得很多个问号,他觉得,哎,你们这么大的公司offer我一个半年的免管理权的费用。 那为什么给我寄给我一个账单?他觉得很奇怪,有很多个问号,不是说半年免了吗?为什么还寄给我? 那结果呢,我打电话去问,是这样子的,游戏规则是,管理部门还是会寄一个账单给客人。 就是说Owner,Land Lord,我们说Land Lord,因为已经递走了。 然后Land Lord再把这个账单交还给那个销售部门,让销售部门去帮他付。 天哪,为什么你不直接销售部门跟那个管理部门说,哎,这半年是我们来付,这半年寄给我就好了。 那自己讲好就好了。 那同一个账户啊,你要知道最后管钱的还是同一个人在管钱呢? 这一听的就是自己公司内部自己讲好就好,你要刻意就是还要发一次,然后给客人,然后再回应回来,然后再erase掉。 我觉得这样很多很繁杂的步骤就觉得很烦,然后一有问题那客人一定都会问我们,那我们也当然我们又不是他们公司,我们怎么会知道那里面到底要怎么做? 就很多这种很无厘头的事情啊。 所以我这个还好,这个算是及时处理了,这个即时处理了。另外一个就比较不好了,因为这个我也会觉得很,我也很不高兴。 对,我也很不高兴。因为当你成交的时候,虽然成交的其实很敏感,因为其实就等于是我们华人过农历年,农历年呢,我相信台湾也会放个一个星期假,对不对? 大陆也会放个什么十天八天的,很正常。那但是年过了以后呢,他们管理公司没有主动去找这个买家。 他不是买家了,现在已经不是买家了,他已经是买家了,他已经是乌主了,成为乌主了。 大哥,你是管理公司啊,你不是应该去很主动的去找你的乌主吗?他是你客人啊,你管理公司,最重要的客人就是买家。 那你不主动去找买家,那你怎么整吗? 就很被动啊,然后他给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过年,然后因为管这个事情的人不在。 这个在台湾来讲,我们不会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台湾也要过年了。 我们过年前,该成交丢,该交代的事情,一定都会知道。 就是台湾的人做是即兴,你一定会知道你有什么事情要做。 然后你开工了之后,你开工了之后,你事情就是要做。 即使你还在放假,即使我,我在放假。 但是我该交代的事情,我还是得交代。 让这个事情,即使没有我,我还是可以顺利的前进。 澳洲不是啊,澳洲给的理由是什么? 那个人不在,放假。 因为这样子啦,M哥哥,他们只是给了我M哥哥的联系方式。 M哥哥,我就M哥哥就好。 我打了给M哥哥很多个电话了。 M哥哥是电话打得通,但是没有人接。 你放假,这我能接受。我刚刚要说的意思, 就是台湾人跟澳洲人做事不同的方式啊。 即便我Jerry,我放假。 我下个月,我台湾过农历年,我放假了。 我跟所该交代的事情去交代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会导致这个Landlord, 现在其实蛮生气的。 说实话。 那消费者身体,他不会去管我们的, 后面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他只会怪我们。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责怪这个管理公司。 我刚刚有打电话去责怪他。 我说,喂大哥,你这样做事情不行的哦。 还没联系这个Landlord。 那如果那个管理团队是我的,就Panitia的。 我们Settlement之前,就已经会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联络了。 不是Settlement之后,Settlement之前,就已经打电话去联络了。 正常的啊。 不会这样子啊。 对啊。 因为你卖掉,你卖掉了。 你不可能销售没有告诉管理团队啊。 你都已经unconditional了。 那这么无厘头的事情就是会在澳洲发生的,就觉得很讨厌的啊。 你懂吗? 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你这个管理公司跟销售公司不是同一个公司, 那我还能理解。 你管理公司跟销售公司是同一个公司哦。 当你的合同unconditional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其实已经是你的准客户了,人家都unconditional了,对不对? 那其实你作为管理公司,你当时就应该去联系人家了。 这是你人好你还会这么想说啊,你说不是同一家公司完了,理解。 错,不可以这样子理解。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合作了。 那即便我们不是同一个公司,但是我要交代给你什么事情。 接下来是换你的工作,你就应该接手去做。 那两个不同的agency都需要这样合作。 更何况它是同一家公司。 那可是,就是骂归骂。 澳洲这样的事情,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是太多次。 这个就是变成要让消费者知道一下, 因为我常常在讲的,效率这件事情没有写在澳洲人的DNA里。 你变成你得跟你的这些agent,不管你是留学啊移民啊房地产的, 你得跟这些人好好密切的保持联系。 所以为什么我会把大家变成一个微信群或赖群。 这样子的话,各自要做什么事情才有办法一个对接。 不然的话,完全都靠我们agent这样去跟每一个单位对接。 我们光是搞这些事情,我们就死掉。 我们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就很讨厌澳洲会有这些事情。 要刚好让消费者心里有个底。 就是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对接窗口。 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的错,但在我们的立场, 客人你只要一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去帮忙。 但是澳洲就常常很多这种无厘头的事情, 让我们就觉得很烦。 就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它就是会发生。 因为你要知道,做完我们销售来说, 我们的窗口就是他们的销售窗口。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管理公司是谁。 我只能从销售窗口那边得到管理公司的信息。 澳洲的好处是这样的。 你说澳洲房产的好处就是它分很细, 然后得经过各个不同的单位。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它不可能作弊, 它不可能有弊端。 它很难让你有弊端。 你说你在东南亚你说台湾你还听过房地产百万有诈骗, 澳洲你还听过。 因为澳洲没办法,它分太细了。 法律部门归法律部门, 管理、销售全部大家都分开的。 所以它不容易有弊端。 但是坏处就是因为它分工太细了。 所以你得个别的联络。 而且最惨的是, 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交流的。 因为大家太独立。 所以变成沟通这些事情就很繁琐了。 这是澳洲的好处也是坏处咯。 所以我一天就经历两个同样, 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对。 一天就经历两次。 就有一个就处理的比较及时。 另外一个就处理的没有那么及时。 说实话我也很对不住那个客户。 但是。 这个都是我们的很好理。 我们在这样。 因为比如说我们agent 我们可以跟律师直接跟对方律师。 不是的,律师是对律师的。 那我们销售,我们销售是对销售的。 管理公司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对管理公司的。 就是澳洲分工太细了。 最讨厌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组织这个概念 就是要让大家心里有个底。 就是你消费。 因为一般消费者他不知道的。 那他要买澳洲房产的这些事情。 他除了透过他的agent去协助之外。 这个组织这个架构。 他心里有个概念。 他才知道他应该找谁。 不然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他第一件事就是agent。 他就来找我们。 但是他们不理解。 只是刚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 一下这样子。 你说土苦水也好。 你说那消费者客户知道澳洲的结构。 他大概是怎么样。 心里有个底。 这样子。 OK。 好。 恭喜Ivan又帮我们解决了两件很无聊。 很无厘头的事情。 各位观众如果对澳洲房产有任何的问题。 就欢迎跟我们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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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